来看一下OS的方法 这个方法基本上各位可以看到 OS这个顾名思义 它就是Operation System 也就是说它可以做什么 做一般我们系统里面的档案操作 都可以透过这个模组 里面的话各位可以看到 它主要有哪些常用的方法 包含就是MAC-DIR 刮虎你后面给它一个目录的名称 它就帮你建立目录了 然后删除目录就RDDIR Rename就重新命名 删除档案Remove 所以我们刚刚不是应该要先 检查一下有没有All.txt 如果存在的话就把它删除掉的话 基本上你只要配合这个Remove 另外还有一个检查 检查在哪里 请各位往下找 倒数的第二格 os.pass.edits 刮虎里面你就放什么 放它的路径 C冒号的一堆 o.ts 有没有存在 如果有存在就是true 没有存在就是false 所以你前面可以if if os.pass 如果那个目录存在的话为true 那你就把什么 把那个档案给录录掉 不就好 两行就搞定了 ok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os还蛮好用 其他还有 有些没有提到的 也可以在自己玩玩看 比如说什么档名、复档名、截取路径等等的这些 其实都会是相当的好用 只是说我们今天最需要学会的 当然就是把清单找出来 实际上清单就是什么 就这个os.work ok 那其实它相当好用 可是它也是相当的不好理解 或者因为我自己 大概只先看一下官方 看完之后一头雾水 不知道什么用 ok 后来发现其实也没那么复杂 因为你要得到清单嘛 不过它官网就给你一大堆东西 重点就是我只是要得到清单 你给我 就有点像我今天我只是很简单的需求 我只是想要一个很可能一杯水 结果你就给我一个一整个饮料摊 那我麻烦 对 所以基本上的话怎么做 我教各位一下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使用os的话 基本上程式非常简单 第一个的话你就在上面 我假设先把上面先注解掉一下 你就怎么样 先 import import后空一格就os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说 这个OS的模组已经有了 只是说你还是要把它引用进来 才能够被使用 第二件事情的话 就是os.work 可是os.work很麻烦 它是帮你找什么 找那个目录里面的 除了档案之外 它会帮你找目录里面有没有目录 有没有纸目录 然后很多层 所以它会返还给你三个东西 也就是说 如果有三个东西 那你一定要把它全部接到之后 取你要的就好了 如果你不要 你就不要处理 可是你接的时候 一定要三个都接 你不能说只接一个 怎么接 很麻烦 因为它是回来的话 会是一个串列 所以我们基本上也需要用串列的方式 叙述给它 所以通常会用for围圈 for什么呢 第一个它会给你什么 给你root root指的是说你这个目录的完整的路径 比如Cmail斜线到downloads这样的 OK 然后逗典第二个它会给你什么 第二个它会给你你那个目录里面的所有的纸目录 所以我一般习惯给它叫drs 这个名称自己取了 第三个它会给你所谓的党名跟副党名 我叫files 这个名称自己取 空一个之后in 一样 其实跟那个in什么in range那很像 只是说in range是回传给你单一资料 但是os.work它回来给你三个资料 差别在这里而已 后面的话就加一个in os.work 刮符之后的话 然后给双引号 再来的话你跟它讲说 你跟我讲一下你的目录在哪里 目录在这里 所以把那个目录名称复制一下 比较保险 贴到哪里 贴到这个os.work的后面 ok 然后冒号一下 enter 好 跟各位讲 这样的话 它就已经帮你把什么 这个目录里面的所有档案都丢到files files 里面去了 那我们要怎么知道 其实很简单 你就把 你就把它做一个print print什么 printfile就可以了 files 这样子的话 就大功告成 ok 好啊 慈欣给各位看一下 慈欣 这个时候的话 他这边有出现什么unicode 跟目录 位置部分 对 位置我们少一个什么 小r 对 因为如果不加小一定要什么两个 应该要拖一次元 ok 所以少加这个 也不行 知欣 ok 那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的话 他就帮我什么 把这个目录里面的所有的 有没有 这个地方是 中瓜湖 然后把o.tst 跟dir.tst 一直到三重 一直到 到凤3 就全部给我们的 ok 所以基本上就处理files就好 你说 老师那 dir 那干嘛 你不管他吗 反正他给你三个 可是我只要其中一个 我管其中一个就好了 你管另外 你不用 你就丢到旁边去就好了 对不对 但是其实也不是没有用 以后如果说你还有什么 还有目录里面还有就是还有其他目录 那你可以再把那个目录抓过来 然后再去找里面的档案 不过目前我们是比较单纯 只有一个目录 可是未来你可能会遇到什么 一个目录里面 还有一个目录 一个目录里面 还有很多目录 然后很多目录里面还有很多档案 那你希望很多目录里面的很多档案 要全部合并在一起的话 那你就可以处理什么 dis的东西 ok 应该可以重复 不过目前还不要那么复杂 以后你会遇到的话 ok 好 所以说我已经知道有这个 那所以什么 我就接下来 我就把什么 把这个里面的这两个档 其实删掉了 因为这个多出来的 不然的话 变成说你要处理这个 然后后面的话 基本上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注解拿开了 有没有 把这个注解拿开之后的话 再稍微做个修改 所以延续刚刚的程式 我们可以怎么修改 或者这个files 你就把它 本来是list 1 那你就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这个files就可以 然后他就帮我把里面的东西逐一逐一的拿出来 这个地方当然是list 1 或者将来这个你也可以把它改成list 1 干脆这个 干脆把它改成 这个名称干脆改list 1算了 这样比较快 这个名称改list 1 然后这边也list 1 ok 底下的话呢 这样就ok了 其他都不用改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要特别注意要把 读取档案的部分删掉 然后把这个地方按个tape键 让它下一阶 这样子就大功告成 ok 所以今天的话大概就讲到这里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把那个合并这个档案部分完整 下一个礼拜的话 我们再来看看 可以合并嘛 那可不可以分割 要怎么分割 如果兴趣的话呢 回去可以先稍微看一下 那个云端上面 我有给各位一些参考的东西 那这个部分讲完之后 我再来就字典跟资料库了 ok 我们今天先到这里